欢迎回到新台湾的新光大道 我们来差不多给最新的现场连线消息 在宜兰这边呢 大雨仍然没有间断 超大豪雨 让宜兰今天的灾情蛮惨重的 现在呢 东山乡 玩山村的淹水程度很严重 我们连线给记者徐华川 好了 我们先为此就在东山乡的园山村附近 东方便可以发现到这雨势是越来越大 尤其在我背后整个园山村的村落 几乎都已经进水了 因为这个救疗坑溪的溪水暴涨 使得大水淹过了路面 整个使得冲进了住家 而刚刚稍早之前我们也发现到 有许多的阿兵哥以及带着沙包 前去维护住家的安全 跟住户沟通之后 有些人是紧急撤离 有些人是为了住家安全 必须要留在家里面 阿兵哥呢是提供了沙包 以及这些服务帮助家人 帮助这些住户呢 维护整个居家的安全问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另外一边的新寮溪 新寮溪有出现两处的缺口 因为从昨天晚上到目前为止 雨势都非常的大 大雨呢是掏空了整个堤防边 使得这个堤防边是岌岌可危 公务段呢紧急调派了 三四台的卡车上面装满了消波块 想要这个 以消波块来阻挡这个 侵蚀边坡的速度 不过呢因为现在雨势实在太大 这个工程都还在进行的当中 而另外呢在这个保安宫这边 也紧急临时的成立了 临时的指挥所 里面包括了这个陆军 以及海龙 以及这个消防队员 都在这边紧急待命 如果任何的情况 也会立刻出动前往救援 以上是来自圆山村的对应情形 再把时间交还棚内 好的我们看到这是东山乡 圆山村的一个最新状况 淹水的状况非常严重 但是包括了警消跟国军都已经进驻在这个地方 这次的防台救灾呢 国军有一个叫做W36的命令 W36就是提早36小时进入防台的戒备状态 在海上台风警报一发布 四个小时之内呢 国军就要消假上班 那这个登陆前的36小时 所谓的海上警报发布 就是台风要登陆前的36小时 大家要消假上班回营区的待命 那有状况的话 十分钟之内就得出动 那这次出动的相关的 包括了空中预警机 包括了装甲运兵车 还有运输机 通通都待命当中 这一次的国军投入救灾 可以说是规格非常的高 但是正好这一次的巴马台风 遇上了中秋节 所以很多人是回家过中秋节 不过在礼拜六的早上 五点半海上台风警报发布之后 就接到了要回营 去这个召集的命令 而且四个小时就要到 所以很多营区的门口 可以说是几报 昨天是早上五点半左右 是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成立指挥中心之后 在六点钟下达要求 按照我们休假管理管制的规定 四个小时之内要回到营区来 这个W36号的命令 引发了很多人的抱怨 是回家过中秋节 一大堆人又被紧急的召回来 W36会不会有一点点太早 就是这个召集应变的太早 以后都是这个规格吗 这个郁蓬你怎么看 那你要看说这个就明显的 有可能会被大家质疑 矫枉过正的一个具体案例 那这个你觉得矫枉过正吗 就是说你 这次的雨量预测没有上一次的大 但是你提前36小时的 提前36小时到营区的话 其实有很多人其实 刚好是大驾要回去 那也没有必要 因为毕竟天气的预测 也不是这么准 你就当作演习 你不能 因为国军不是一般的公司航号 他如果这样的规格下去的话 以后每次台风大家都会要求比照办理 这个命令不能改 不能改W20 你就可以拿三、两、三、港 你就要开始竞价了 什么一大堆 这个影响太大了 但是这个我觉得可以显示出 譬如说传统国防部的观念 跟退辅会过来的国防部长长官 其实对国军的认知是不是不同了 这个必须要制度性的去讨论 说我现在出来说 国军现在任务是以救灾为优先的话 那你就重新做一套训练 然后重新做一套定义 看起来好像还没有准备到这个地步 可是我觉得贸然把它提早那么早 我以前在金门当兵的 你今天叫我说我中秋要回去 不要说四个小时啦 半天之内一天之内就回来 你也回不去 我可能回不去 那我回去我也很不太高兴 应该是很不高兴 因为很多人抱怨 因为这无预警 如果你是一星期前或两星期前 颁布的这个命令说 真的发生台风 还可以 或以后都比照办理 但现在也没有啦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 到部长这边可以好好检讨一下 然后到底以后国军你的定位是什么 每次遇到这种天灾的时候 你的规矩是什么 才不会变成每次大家都要 以刚审委员讲 像狼来的心态啦 松析的心态就慢慢的出来 那下一次千夫所指的 可能就是国军了 不过上一次是大家都骂说 国军太慢啦 所以这一次他就很快啊 我是不太同意运盆的观点 第一个我当然觉得说 现在的国军要把救灾 当作重要的任务 这个要形成一个共识 那么在这个前提情况之下 比如说像这一次 他提前到36小时 然后有点过分 我是觉得不过分 因为第一个 军人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军人是打仗的 军人要比我们吃苦 要耐劳 就要接受很多煎熬了 就是我们平常一般人 认为不合理的东西 对军人来讲就合理 因为他标准要比我们高 当然你说他故意什么凌练 那个当然是乱搞 他不是为了公共 你说这个本来他面对的任务 就是超乎我们一般人 军人明明要回去 忽然间把你叫回来 就是叫回来嘛 他不可以说 我还像公务人员在上班一样 这个是军人嘛 所以我不同意 我认为说本来就应该把这个 第一个标准就要定高 别人如果24小时准备 他们就是要36小时 这个高标准是对一个军人的要求 那你说你给他搞到72小时 那可能有点过度 但是他比一般人高 他不要像一般人 小老百姓要放心态 如果这样 就这样就去做病 那个死老百姓 说你什么心态 还是跟老百姓一样 因为他面对的任务是不一样 今天如果救灾四同作战 他本来就又要有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我认为说乍看不合理 我们应该支持军方用高标准 来要求这些军人 不可以用一些低标准 这个不同意 所以看得出来春旗当兵 跟运鹏当兵的时代就不太一样 我们当兵的时候 当兵就叫校牙兵 他是不用休假那种阿兵哥 台湾的阿兵哥都是死老百姓 我当过军官 我48天没有休过假了 我也不是说一般天天休假 你36小时算什么 我是被迫不得不捍卫我的子弟兵 所以我跟春旗的看法 你加入年轻人那边就对了 有一天有一点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刚才在讨论的时候 不只我了 我们有讲到说 也许这一次是料理 真的太宠宽了 所以防灾可能过延 那这个很多人 我们的观众里头 显然听不进去 都卡着那里面说 过延有什么不好呢 宁可过延不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这种讲法好像 我们这公围真的是不讨喜 但是马上我们现在讨论这个东西 就是真的那个问题了嘛 那我再确认一下 那个W36小时是登陆前36小时吗 登陆前 就是台风登陆台湾前 登陆陆地 好 那这个问题 这个界定本身就有问题了嘛 这个界定就是海上警报发布的时间点 就台风登陆前36小时 气象局就会发海上台风警报 所以它其实就是海上台风警报一发布 它这个动员令就动员 好 那我问你 那气象局发了海上台风警报以后 是不是一定36小时以后 就发陆上台风警报 它的预测是这样啊 但是不一定嘛 不一定发生嘛 你像爸妈这样就没法预测了 不是 这个有两个因素嘛 一个它转向 对不对 还有一个呢 它速度减慢 就都不会在36小时嘛 这是第一个未确定因素 所以你干脆 如果你非这样不可的话 就说海上台风警报什么时候发 你就要回营 而不要讲说登陆前36小时 那就是海上台风警报发布 它只是用语不同而已 不不不不 这个它的意涵不一样 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但是它的标准是用气象局的标准 就是气象局一发海上 然后它就说动员 这个怎么会一样呢 你们还是没有听懂 因为每次气象局发了海上以后 36小时准就发陆上吗 不一定啊 你的意思我知道 有时慢有时快嘛 而且会改向啊 那如果走快一点很快就到了 不不不不 但是无论如何气象局 都是用它的判断 我就不跟你们讨论快慢好了 它如果转向呢 它如果转向 有可能海上发了以后 路上不再发嘛 对啊 有可能啊 那这些阿兵哥调回来 就是白走了嘛 那你料敌从宽啊 什么叫白走 这叫料敌从宽 高标备战 好 那我下面就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除了离岛 交通也许不方便以外 以台湾之小 本岛 对 以台湾本岛 服务员之小 有需要36小时才可能归队吗 显然不需要 它显然用的是灾害防救法嘛 海上台风警报一发布 灾害防救中就要成立 所以动员令就要动员了 所以这个就回答我们原先的 就是说第一次 88严重的灾害以后 这样我没有意见 不要误会 不要误会说我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但是这个都可以检讨的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真的有一点太早了 因为太早有什么坏处 还是说我们也质疑气量局太早了 不应该预测36小时 因为太早也没有关系啊 阿兵哥反正回营就回营啊 反正施工加饭有什么关系 但是会有怨气嘛 而且我们都晓得 他回来以后都会补价的 那如果你 譬如说这个交通费 再贴他也没有关系嘛 那这个怨气还是有的 还是不够精准的 我觉得这个不妨修改一下 又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军人就要被训练到 这个时候不可以有怨气 还要叫什么军人 老百姓有怨气 他当兵还有怨气 这个就是没有训练好嘛 好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回来气象局有最新一报的 这个气象预测 告诉我们台风最新动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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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